这一讲是要说三宝的最后一件作品了 那便是总给人感觉会随时一飞升天的胜利女神雕塑 目前它是被放在德农馆的达鲁阶梯上 要知道它可是卢浮宫里唯一的一件在楼上展出的大型雕塑 由此可见它是有多么的特殊 胜利女神的名字叫Nike 著名运动品牌Nike的名称就是来自于它 而Nike的logo就那个小小的钩子 代表的就是胜利女神的翅膀 但卢浮宫的这座胜利女神 大概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可都是没有翅膀的 而且一直和一堆其他的雕塑放在一起 丝毫不引人注意 那么它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呢 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看见这件雕塑 一定会觉得它位列卢浮宫三宝当之无愧 因为它的气场真的超级强大 女神高2.4米 加上底座整体就超过了5米 雄健的翅膀向身体的侧后方舒展开来 这种展翅玉飞的感觉真的是气势逼人 体现出了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还有那凯旋的激情 不过它可不是一出土就这样的 这座雕塑的全称是萨莫瑟雷斯岛的胜利女神 1863年 法国考古学家尚帕佐 在希腊的萨莫瑟雷斯岛上挖神庙的时候 无意中将它挖出来的 当时雕塑破损的非常厉害 碎成了近200块的大理石残片 尚帕佐将这些残片统一打包 运回了卢浮宫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称赞一下 卢浮宫那强大的文物修复能力了 在19世纪 还没有什么高科技手段 但卢浮宫硬是把这些碎片都拼了起来 拼完以后 发现她是一个两米多高的胜利女神 但没有头也没有手臂 最遗憾的是 虽然翅膀那部分 有找到相应的大理石残片 但是损坏得太过厉害 完全装不上去 当时卢浮宫的决定是 不再贸然地对这座雕塑 做更多的修复了 却保持着女神没头没翅膀的形象 等到以后有新的考古发现再说吧 这一等就是12年 事情才终于出现了转机 奥地利的考古学家们 有了一个全新的发现 其实当时和胜利女神一起出土的 还有一批灰色的大理石残片 上帕佐并没有留心 奥地利的考古学家 这次也是无意中将他们拼接了起来 发现它是一艘海上战船的船头部分 就是这个船头 改变了胜利女神雕塑的命运 因为有一枚希腊硬币 它上面的图案 就是胜利女神 站在船头 吹着小号 宣告胜利的到来 因此 奥地利的考古学家们断定 这个船头 就是卢浮宫这座胜利女神的基座 他们甚至还根据硬币的图案 做出了一个女神的模型 法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后 那还了得 他们马上又派出了上帕佐 杀去了萨摩斯雷斯岛 不得不说 这男人真的有两把刷子 因为他又再一次成功地将船头这个底座弄到手 打包运回了卢浮宫 而此刻 卢浮宫也已经开始意识到 这座胜利女神雕塑 肯定会成为一件无价之宝 他们开始赤巨资修服 首先 为女神加上了船头这个底座 随后 按照奥地利人所做的模型 为女神插上了翅膀 但是 卢浮宫始终没有为他添加头和手臂 在我看来 这就是卢浮宫很高明的地方了 他们有所为 又有所不为 翅膀是一定要加的 这是胜利女神的标志嘛 而且插上翅膀的女神 那种迎风飘扬的感觉 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但卢浮宫他之所以选择 不去添加头和手臂 或许是吸取了维纳斯的修复经验 他们不想化石的添足 胜利女神修复完之后 算上底座和翅膀 整个雕塑的高度 一下子就超过了5米 卢浮宫的底层 是没什么房间 可以容得下他了 在1884年的时候 胜利女神被搬到了 现在的达鲁阶梯上 这座阶梯 是以拿破仑手下的名将 达鲁将军来命名的 由一连串很高的圆拱 连接而成 非常的气派 而胜利女神就被放在 阶梯最中心的位置上 特别的强硬 这座雕塑的故事讲到这里 其实还没有结束 在1950年的时候 美国的考古学家 又在萨莫斯雷斯岛上 挖出了女神的右手 而且发现右手的姿势 并不像硬币上的图案那样 是握着一个小号 她的手上 其实什么都没有 只是在做一个 宣告胜利的姿势而已 不得不说 这再次验证了 当初卢浮宫选择 不去添加女神的手臂 是多么的明智 否则后来 真的是要被吐槽死了 而这个挖出来的右手 现在也在卢浮宫 就被放在女神的旁边 好 讲到这里 你应该差不多能明白 胜利女神这件雕塑 是怎样慢慢呈现出 今天这个模样的 我现在就带你来 再仔细地看一下这件作品 胜利女神 大概是公元前 190年被创作出来的 和断臂的维纳斯一样 都是属于希腊化时期的作品 上一节课我就讲到过 希腊化时期的作品 会更多的追求动感 像断臂的维纳斯 她的动感 就是体现在螺旋形的结构 以及她那 马上要掉下来的裙子上 那么胜利女神的动感 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其实是通过女神身上的 衣服皱褶来呈现的 雕塑加他刻画的是 女神刚刚从天上飞下来 降落在船头的那一刻 女神下半身裙子的皱褶 能明显的让你感觉到 海风的存在 想象一下 如果有大风 正迎面向你吹来 那么被吹起来的裙子 肯定会在你身后 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 而你的腿或多或少 都会露出一部分来 所有这些细节 雕塑加都呈现出来了 而且刻画的非常写实 而女神上半身的衣服 能让你感受到的 就是海浪了 因为衣服都被浪打湿掉了 而且风一直在吹 女神就等于穿着 透视装出镜了 因此你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见她身体的构造 即便是不齐眼 这种细小的部位 你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像圣灵女神雕塑 这种超级写实的刻画手法 又营造了怎样的效果呢 是精确还是逼真 其实两者都有 但你也明白 如果仅仅是写实 那可算不上是艺术 著名的美国艺术史学家战森 对这座圣灵女神雕塑 曾提出过一个 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他说 这座雕塑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它能充分 调用人的想象力 雕塑家围绕着女神 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风 船 海浪 这些东西你根本就看不见 但由于女神的造型 太过生动和逼真 以至于你看见她的时候 看见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还有她周围的环境 那是一个完整的空间 甚至还充满着 胜利凯旋的气氛 这才是胜利女神雕塑 最了不起的地方 另外在这里 我再给你个小提示 对纺织品的雕刻 可以说是雕塑中 一种非常炫技的手法 无论是衣服的皱褶 还是垫子的突出 或者凹陷等等 雕塑家用坚硬的石头 去表现纺织物的那种柔软 这种质感的鲜明对比 总会令观众感到惊艳 举个例子 后来欧洲巴洛克和洛克 时期的艺术家们 也非常善用这种精美的手法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意大利的雕塑家 克拉迪尼了 他最擅长的是 刻画披着面纱的人物 因为纱巾的质地很薄 就像圣灵女神那沾了水的衣服一样 可以用来非常清楚地展现人体结构 卢浮宫里就有一座克拉迪尼的雕塑 叫蒙着面纱的女人 这件雕塑 面纱被雕刻得非常逼真 让你能看清楚人体的各个细节 也包括肚脐眼 更厉害的是 克拉迪尼还将面纱的那种透明感 也刻画了出来 人的脸在杀金的后面若隐若现 总会让你有种冲动 想要撩开他的面纱去看一下 你以后在看类似雕塑的时候 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细节 好 圣灵女神雕塑就大致为你讲到这儿了 我来稍微总结一下 首先你现在能看见的圣灵女神雕塑 是非常壮观的 但它在刚出图的时候 就是一堆大理石碎片 圣灵女神跟断臂的维纳斯可不一样 在她身后 要不是有着近20年的考古研究和修复 这件珍宝根本就不会存在 而卢浮宫在其中 也体现出了她强大的综合实力 一方面是她能够组织这么长时间 并且如此大规模的修复工作 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她能够非常明智地去判断 修复工作该做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点上 断臂的维纳斯 以及圣灵女神的手臂 都是绝好的证明 可以这样说 卢浮宫她真的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 圣灵女神的修复结果 大家今天都有目共睹 她完美地还原了女神的魅力 大到整体的气势 氛围 小到服装的细节 这一切都让这件古典雕塑 重新散发了生机和活力 卢浮宫三宝到这里就都讲完了 其实三宝这个说法 并不是卢浮宫官方发表的 但每天卢浮宫最热闹的地方 又确实就是在这三件作品面前 可见镇馆三宝的名声 是被全世界的游客普遍认可的 这三宝各有各的艺术和考古价值 但除此之外 每一件作品走到如今的位置 背后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而卢浮宫最关键的贡献 或许就是在偶然中 铸就了新的历史 在偶尔之中